来月经也不放过!高云祥姓七脉新进展!受害者当时正直升礼机,而且还被暗在窗前强行发生性行为。 内地男性高云祥姓七脉闹得沸沸扬扬,早前在澳洲被捕,根据澳洲警方指控高云祥与另一被告王晶在房内强迫女子性交和口交,高于王否认性亲指控,但近日又有了新进展,警方在现场找到血字和经验,虽暂未能判定性亲者是谁, 但却能证实房内曾发生性行为。 高云祥和涉事女主 据澳媒报道,血字经被堆后证实为受害女子的精血,表示受害者遭侵犯时正直升礼机,而经验鉴定方面现阶段则还未有结果。 案件于4月10日开审时,法官因证据充足拒绝高云祥的保释申请,高云祥随后透过工作室发声明只会尽快向最高法院申请保释,案件将于5月2日再开庭审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